娱乐圈又一老戏骨去世 八六版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的扮演者郑荣永远离开了我们 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发布的复告来看 12月24日晚郑荣老先生因病去世 享年98岁 私人已逝 阴貌长存 回头来看 郑荣老先生这个世纪老人的人生经历十分精彩 他不仅在话剧表演中十分出色 先后随艺术团去往西德等地区巡演 在荧幕上也被人所喜爱 塑造出了八六版西游记中太上老君这一经典角色 因此郑荣老先生去世后 很多圈内人士像冯远珍 六小灵童等人纷纷为他献上哀悼 许多网友也自发在社交平台上 助郑荣老先生一路走好 1924年 郑荣老先生出生于安徽省的定源县 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家境也一落千丈 但从小郑荣老先生就是个有追求的人 因此18岁那年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成功考入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西画系 上学后 郑荣老先生十分喜欢话剧表演 因此在学校里开始参加话剧的相关工作 并且始终以职业演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20岁那年 郑荣接到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话剧角色 龙须沟里的赵大爷 在原著中 赵大爷是个60多岁丧妻无子的官夫 是当时我国工人阶级代表队的代表性人物 因此让20岁正当年的郑荣去出演这样一个角色 难免有些困难 但是热爱话剧表演的阵容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费尽心思去琢磨赵大爷的人物形象 心理变化 最终将这个年龄差距40岁的人物给演活了 26岁那年 郑荣老先生进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 百废待兴 郑荣老先生凭借着自己对话剧的热爱和出色的演技 为广大人民塑造出了无数深入人心的角色 有胆贱片中性子乖张复杂的吴子虚 武则天中惨死的宰相裴炎 明朗的天中命运悲惨的工人赵树德等等 除了这些以外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期间 郑荣还参演了老舍先生的著作《茶馆》一剧目 他饰演的长四爷一角是当时经典中的经典 该话剧一出 就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话剧团也在各方协助下 前往西德 法国 瑞士等国家进行巡演 不仅在话剧上郑荣老先生表现出色 在影视剧中 郑荣老先生也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1986年 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正式开拍 当时的导演杨洁四处寻找 太上老君这一角色的扮演者 但看了一圈人选 都觉得不是很合适 毕竟天上别的神仙演出过程中不合适了 就换一个 反正戴上面具也认不出来 但太上老君如来观音菩萨这三个人物 可不能这样 因此杨洁导演在挑选时十分谨慎 这时杨洁导演遇见了郑荣老先生 初次见面时 杨洁导演就在郑荣老先生身上 感受到了先锋道鼓的气息 为了让郑荣先生答应出演 杨洁耍了个小心思 先是让郑荣先生担任西游记顾问 再逐步攻破 说服老先生出演太上老君这一角色 正是因为当年杨洁导演的一双慧眼 这才有了现在八六版西游记中的 鹤发童颜 先锋道鼓的太上老君形象 1994年 继西游记之后 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艺也正式开拍 阵容老先生与陆树铭 李静飞 唐国强等知名演员合作 在剧中饰演孔荣一角 但如今却早已物是人非 不仅剧中关羽张飞的扮演者陆树铭 李静飞在前段时间相继去世 而现在98岁高龄的正容老先生 也离开了我们 正容老先生在事业上能有如此的成就 和他的家庭也脱不开关系 正容老先生一生里经历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为他留下了三个孝顺的儿女 但是他与当时的妻子于林女士 在精神上并不能走到一起 因此最终选择了离婚 第二段婚姻 正容老先生遇见了现在的妻子陈秀英 陈秀英女士也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先后出演过《鸽子迷的奇遇》 《中国勇士》等电视剧 因此与同事演员的正容十分合拍 两人在1976年正式进入婚姻殿堂 婚后始终没有再生育 陈秀英也将正容上一段婚姻里 留下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 一家人幸福美满 但如今正容老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不仅让人生感慨 岁月如刀割 但话说回来 正容老先生也算是长寿老人了 98年的岁月里 一大半都是忙碌在公众面前 为我们带来好的作品 现如今与世长辞 终于有了休息的时间 希望正容老先生一路走好